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真有几个 比如有一种名叫刺身的海神 它在遇到敌人攻击时 会将身体内的肠子 肝脏等内脏抛出体外 依此来诱惑敌人 借机逃走 还有火蜥蜴 它的逃生方式更狠 通过截断四肢来逃生 这让我想起电影《狼图腾》里的一段台词 当地人会在草原上放捕树夹来捕捉野兽 却很少能捕捉到狼 并不是因为狼有多聪明 而是因为狼在落网时 会选择咬断腿来逃生 而其他野兽被捕 却只是嚎叫 浪费力气挣脱 最终成为猎人的盘中餐 断臂求生 这虽然是不少动物的一种 自我保护的生存技能 但细细想来 这其实也暗藏着一种智慧 及时止损 其实 及时止损这个概念 我在文章中已经多次提及 今天仍想再聊一聊 因为这确实太重要且必要了 可以说 及时止损 是一个成年人的高配思维之一 如果点错了 早点结束就是胜利 之前 杭州杀妻案震惊全国 很多人都被这个冷漠 残忍 无情的丈夫给惊到了 不仅感慨 一个人怎么能对枕边人 下得去这样的狠手 很多女生因为大喊 恐难 恐婚 我认为 没必要因此就恐难恐婚了 因为优秀有责任感 人品正的男生还是很多的 男人不全都是这么坏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一定要有识人的能力 要保持清醒和理智 如果发现自己遇人不输 那么请果断转身离开 哪怕你已经为这段感情 付出了很多 我曾遇到一个被男友家暴的读者 他的男朋友可能有遭怒症 脾气很不好 非常容易动怒 每次吵架都打他 而且一次比一次打得严重 有几次不得不去医院治疗 被打得这么严重 为什么还不分手呢 他说舍不得这段感情 毕竟在一起也有好几年了 当初为了他 我曾放弃高薪的工作 离开熟悉的城市 现在分道扬镳 心里不甘心 在外人看来 这样的男人 越早离开越好 说不定哪天 他打红了眼 杀了你都有可能 但身处其中的当事人 往往是拎不清的 即使拎得清 道理也全都懂 可是真正让他下决心分手 还是会犹豫 究其原因 其实就是不懂得及时止损 实际上这种心理 在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 比如大家都很熟悉 非常具有催眠作用的话 来都来了 去一家餐厅吃饭 发现要排很久的队 但来都来了 还是慢慢排吧 买了电影票 发现很垃圾 看不下去了 但想着来都来了 钱都花了 还是继续看下去吧 这些生活中很常见的场景 其实都属于不懂得及时止损 只是这样的损失通常比较小 对我们的伤害 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罢了 但如果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 那可就不一样了 比如被家暴 再比如因赌博欠下不少债务 在这些事上 就一定要及时做出反应了 哪怕你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再多 哪怕你已经输了很多钱 都要赶紧抽身离开 因为你走在一条不归路上 现在必须要改到了 否则就会输得更多 下场会更惨 易中天先生说 人生如果错了方向 停下来就是进步 这就是及时止损的精髓 每个人都会犯错 都会走错路 看错人 做错事 犯错不可怕 只要你停下来 不再继续向前走 这就是一种进步 也可以说是胜利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 及时止损 才应该是成年人的高配思维 好的人生 都离不开 及时止损 2014年 中国股民的集体大狂欢 我一同事 投入了六年积蓄 一百多万 加了四倍杠杆 2015年4月的时候 赚了四百多万 A股5月开始发疯 回光返账 6月指数跳崖 股民排队跳楼 同事被强制平仓 最后还剩不足 三十万的生活费 六年心血 一场美梦 化为虚有 同事一次次 揪着头发问自己 为什么跌到三百万的时候 我没抛 为什么跌到两百万的时候 我没抛 为什么跌到一百万 宝本的时候 我没抛 为什么 因为不甘心 就像一个警察朋友 告诉我的那样 事实上 进入传销的人 只要智力水平正常 都明白 那是一个骗局 他们不出来 并不是大家以为的 被洗脑了 或者被限制了 人生自由 更多的是不甘心 不甘心投入那么多钱 再也拿不回来 不甘心被骗了 不甘心曾经的美梦 一招破灭 结果就越陷越深 曾经有一个传销的头目 落网之后 坦言 传销做的就是 人的不甘心 不甘心 就是一种贪念 像一个无底洞 吞噬人的理智 最终毁灭一个人的全部 壁虎断尾 能重获新生 人生其实也是如此 如果能及时止损的勇气和智慧 就一定也会拥有更好的人生 坦白讲 好的人生 往往都离不开 及时止损 那么具体要怎么去做 怎么去执行呢 有三点 一 放下过去的烂事 西方有句谚语 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 一瓶牛奶打翻在地 你再怎么哭天喊地 也不会让这瓶牛奶恢复原状 反而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心情 甚至引发更多的糟糕事 言外之意就是 有些坏事既然已经发生了 有些损失既然已经造成了 那就坦然接受 不要再与其纠缠不清 往往你越是纠缠 损失的就会越多 所以放下和翻篇 有时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二 远离垃圾人 感情骗子 婚姻恶人 垃圾损友 遇人不输 是生命中常有的事 没有人可以保证 自己一辈子 不会看错人 看错人 交错朋友不可怕 只要懂得及时转身离开就好 与漫长的余生相比起来 之前所付出的 损失的 又算得了什么 凡事要向前看 早点远离这些垃圾人 就能避免更大的伤害和影响 你的人生便会是另一种模样 三 结束错误的坚持 不是所有的坚持都值得坚持 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有意义 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 我们都应该有深度思考的能力 和一日三省的习惯 要勤思考 自己正在做的事有多大的价值 方向有没有错 方法对不对 要勤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 是否得体 是否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结束错误的坚持 不在错误的路上 一条道走到底 这是一个成年人 应有的智慧和自觉 人生之路很漫长 只有懂得放下 和有勇气改造的人 往往才能真正拥有美好的人生 才能越活越好 愿你懂得及时止损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